哈喽小可爱们,最近有粉丝留言说想要看太空纱教程 那姐姐今天就做了这款超好玩的太空纱哟 一款有魔力的动力纱 手指挤压可以做出任意形状 但是轻轻一推又会变成软绵绵的拉丝状态 做法也是很简单,一起来学学吧 空盒子倒入适量的白胶 这里白胶不要倒太多哦,一丢丢就可以了 我这里还是用力过猛,挤多了 然后拿出我在文具店买的柄系颜料,调个蓝色吧 这里可以看到我调的是一个很鲜艳的天蓝色 但是为什么结局看到的太空纱变颜色了呢 然后拿出洗衣液来,我这里用的是碧落洗衣液哦 刚好也是蓝色的,然后勺子轻轻搅拌 直至搅拌成形状态,保持粘手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取出我在路边捡的纱子来 我这里用的是细纱,粗纱也是可以的哦 然后把做好的蓝色泥放入纱子里 开始用勺子来搅拌,让泥跟纱子混合 勺子不好用了,我们直接用手来混合吧 而纱子不断的跟泥混合,刚开始的泥会很粘手 不断混合沙子之后的泥会变得逐渐拉伸开,变得有流动性 但是又不会断,一块小小的泥最后能混出一大盆的太空纱来 但是混合到最后,我们刚开始的天蓝色去哪里呢 混合沙子的颜色最后变成了这种绿色 也还不错了 然后把沙子使劲的压平,按平,倒扣在桌子上 来看一下太空纱是否能成功呢 成功,姐姐比较穷没有模具,只能做这个形状了 你们有其他的模具都可以用来塑形的 可以捏出任意形状哟,可以用刀子切,也可以用网格压 各种玩法玩到嗨,抗压能力超强的一管太空纱 玩玩记得蜜蜂在盒子里,不会变干可以重复玩哟 好了,来个脑筋进展弯吧 孔子与孟子有什么区别呢?评论区留言答案,喜欢记得关注转发哟 谢谢大家